欢迎各位关注2014年在哈萨克斯塔阿拉姆图举行的世界举重锦标赛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是男子56公斤级的较量 那么首先的是抓举的比赛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在前段时间韩国人专举行的亚运会当中 中国举重队呢是遭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们看一下这是世界纪录啊 世界纪录目前是抓举138 56公斤级呢 停举是107 总成绩305 那么停举的世界纪录呢 就是由朝鲜名将颜润哲啊 在仁川亚运会啊 创造的一个停举世界纪录 确实是朝鲜的男子举重 在这个56和62这两个级别当中 已经对中国啊 不能用威胁来形容了啊 已经是占据了优势啊 对中国这两个我们传统优势级别 占据了优势 尤其是男子62 那么接恩国啊 现在的实力呢 确实是相当的惊人 那么这次呢 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男子56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是派出了两位选手啊 一个是奥运冠军 龙青泉 还有一位呢 是李发斌 但是呢 从目前啊 近段时间的状态而言 应该说 朝鲜选手 严润哲啊 依然是这个级别当中的 强有力的啊 冠军争夺者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啊 就是越南选手 也是第一届清澳会的冠军啊 这位选手呢 同样的这个实力是很强的 越南选手 石金骏啊 也是人双亚运会的银牌得主啊 所以这两位选手呢 将是我们中国 在56公斤级 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抓举比赛 抓举的世界纪录是138 这个级别的总成绩 世界纪录是305 305呢 是由土耳其名价莫托鲁保持的 啊 莫托鲁应该是在 2000年的西尼奥运会 这个世界纪录 已经是有太长时间了 这台是哥伦比亚的选手 刚萨雷斯 刚萨雷斯的抓举呢 第一把是112 第二把115 两把都成功 啊 这个动作做的还是 非常的连贯 感觉还是比较轻松 抓举呢 对于举重选手来说呢 他的技术成分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这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 斯卡兰蒂诺 斯卡兰蒂诺的抓举 这一把是116 男子56呢 也是男子八个级别当中的最小级别 啊 这个级别呢 应该说 一直是我们中国男子举重队的传统强项 啊 这一把没有带起来 但是从最近的两三年啊 从伦敦奥游会开始 啊 这个级别 现在朝鲜选手就一军鼓起 那么今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呢 是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姆布来举行 那么这座城市呢 啊 是中亚的最大都市 啊 是一个石油之城 啊 经济呢 相对来说呢 在中亚地区是比较发达的 呃 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 重经济啊 像举重啊 包括拳击啊 这些项目的都是哈萨克斯坦的强项 现在依然是哥伦比亚选手 好的 那么在市井赛当中呢 应该说啊 他现在呢 基本上是一年一次 但是奥运年除外 啊 像今年的市井赛呢 是在阿拉姆图 哈萨克斯坦 去年呢 是在波兰啊 在波兰的佛罗茨瓦夫 啊 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明年呢 将会在美国的休斯顿 后年呢 就是16年是礼物奥运会啊 所以呢 是没有市井赛 在17年呢 也就是市井赛呢 是刚刚啊 在这次的国际举联的会议当中 决定了由马来西亚将来主办 这把没有带起来 看来实力还是有所欠缺啊 意大利选手 斯卡拉蒂诺 好 接下来我们看泰国选手 泰国选手 新佩特 市井赛呢 它是分为A组和B组啊 那么往往呢 就说A组选手呢 是实力比较强劲啊 B组呢 肯定是要差一些啊 但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啊 他主要是看你这个报名成绩啊 你比如说在12年轮断音会就非常明显啊 当时朝鲜名将闫任哲在那个时候呢 嗯 现在可以说是名将 但是在12年轮断音会 他的知名度并不是很大 啊 当时呢 他的成绩呢 是报到了B组 但是在B组当中呢 他最后举了一个293的种成绩 这个确实 啊 让 中国举重队呢 是大吃一惊 那么吴景彪呢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最后举了一个289 啊 最终呢 是无援金牌 这个确实也是有点遗憾 啊 这是伊朗选手 阿斯卡里 伊朗选手阿斯卡里呢 也就是正好这一天啊 11月8号 是他23周岁的生日 所以他也希望能够 在这一天呢 来挑战一个好成绩 阿斯卡里还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这准备还不够充分 第一次试取 它是117的这个重量啊 但是完全准备不够 我们都知道 从目前的世界 这个男子剧场来看呢 那么在中小级别 中国 朝鲜 越南 啊 包括以前的土耳其啊 土耳其但是这两年呢 有所衰弱 啊 这都是传统的强国 那么到了中大级别的话呢 啊 亚洲的伊朗 啊 另外呢 包括有东欧的一些国家 像波兰 啊 俄罗斯 那么这些呢 都是传统强国 哈萨克斯坦呢 应该说在女子 在女子几重方面啊 他们还是实力 非常的强劲 男子也不错啊 男子 女子呢 就是说 相对来说呢 女子的成绩呢 更突出一些 男子呢 他们也有一些 知名选手 所以举重呢 在这个前苏联地区啊 确实是开展的非常好啊 包括东欧的一些国家 东欧的保加利亚 呃 波兰 像现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是吧 这些国家的举重呢 确实有传统 有基础 还有土耳其 这把不错 伊朗这几年呢 主要是在大级别 他们涌现了 非常优秀的选手 像传统 像以前的传奇人物啊 拉扎扎德啊 他交出了 水平相当高的徒弟 川普比亚选手 钢萨雷斯 贝尔纳 钢萨雷斯 所以2014年 世界举重锦标赛呢 对于中国举重队来说呢 这一次啊 由于经历了人穿亚运会 应该说 尤其是女队啊 经历了强大的冲击 男队的成绩呢 在刚刚开战的那前两天 也是不太理想 总体的战绩来说呢 应该是近些年啊 比较差的一次 所以呢 这次的中国举重队 对于世锦赛还是非常的重视 从某种角度上讲呢 我们是低调出战 甚至可以说是挨兵出战 希望能够在困难的局面之下 打翻身仗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 我们的对手已经赶上来了 因为尤其是在2008年 北交运会之后啊 中国举重队呢 确实曾经被称作是梦之队 我们取得了大丰收 我们基本上 在整个世界举弹 一花独放 一枝独秀 是绝对的老大 但也许呢 由于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绩之后呢 可能 我们举重队呢 还是有一些 自满的情绪 或者说呢 有一些 对对手估计不足 那么在最近的这两三年啊 这几年 尤其是轮断约会之后 轮断约会 像我们几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都在加紧磨练 水平呢 突飞猛涨 所以我们现在呢 必须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价 要认清现实 重新评估啊 目前世界举弹的一个局面 让别想想罗德里格斯 这把失败 经济体育往往如此 不进则退 竞争是非常的激烈和残酷 当然我们中国集中队呢 应该说还是有自身的优势 以及我们的优量传统 虽然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 去网自匪博 但是比较重要一点的就是 必须要对目前 我们对手的进步 看得比较清楚 要重新把自己放在一个拼的位置上 这是哈萨克斯坦选手 哈萨克斯坦选手 应该是穷泰 阿尔里成泰 中华台北的杨琪怡 这个也是一个中间力量 它的水平 它的总成绩的水平也是接近280 哇 这一把稍稍有点吃力 但还是成功了 刚才呢 在抓的过程当中 身体的平衡把握的不是太好 它第一把呢 是要了115 第二把直接加5公斤加到120 这个加的幅度还是不小 直接5公斤往上加 所以我们看它的身体的平衡 在举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略微的转体